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一瓶快瓶的第三期 今天先要向大家播報一個重要的消息 這條消息是今天早上剛剛從北京體制內傳出來的 這條消息說中共中央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在幾天之前就已經制定了一個詳細的規劃 這個規劃主要是針對在十一期間 如何壓制反送中運動聲浪的一個規劃 而且為了實現這個計劃 他們已經編定了一個高達幾十億元的預算 這到底是幾十億美金還是幾十億人民幣 現在我還不清楚,但是無論是哪一個幣種 幾十億元都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 這就是說明了中共現在對反送中 尤其是十一期間反送中運動的聲勢是非常非常的擔心 因為中共十一是今年的十一是他們70週年的大慶 所以他們準備大肆鋪排大搞排場要慶祝一下 慶祝一下不僅僅是一個走一個過場 這是關係到他們現在黨內的士氣提振的問題 尤其是關心到習近平他個人聲望的問題 如果是十一期間反送中運動的聲浪壓過了中共的國慶的聲浪 那麼對他們來講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政治上的失敗 對習近平個人來講這是他在黨內威望受到了一次重要的打擊 搞不定香港他怎麼能搞定全國呢 所以說他這一次一定要壓制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尤其是十一期間一定要壓制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不惜再一次的大撒幣 那麼這幾十億元的預算現在有很大一部分已經投入使用了 已經發放到位了 主要是留下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的是海外 海外主要是指歐美國家 尤其是指那些華人聚居的大城市 那麼現在我找溫哥華地區的一些僑團 找他們了解了一下 其中有一個僑團他說已經收到這個錢了 收到了我不能說具體的數字 因為可能每個僑團得到的錢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些僑團主要是包括各地的同鄉會 還有中國各個大學在海外的校友會、聯誼會 還有一些專業的親中的這些僑團 那麼他們可能都或多或少的領到了一些 那麼這些僑團的領到的 現在我得到的那個數字是有幾萬加幣那麼多 那麼現在在溫哥華地區一個地區 這樣的僑團就有上百個 那麼一個就領到了幾萬 那上百個就是好幾百萬 而在全球這些西方民主國家 這些華人聚聚比較多的城市 有好幾十個大家可以想見這個大傻逼的規模 就為了一次在一段時間內壓制這個反送中運動 他們是投入了血本的 那麼他們會怎麼用呢? 有兩個用法 主要是第一個用法就是讓這些僑團出面 在各地的這些主流媒體上面買廣告、買版面 然後這些廣告主要是抹黑歪曲反送中運動的這些廣告 讓全球各地在十一之前十一的那一段時間 都好像呈現出一個全球反送中、反對反送中的 這樣的一個輿論的聲浪 這是一部分,這一部分是相當相當的花錢的 那麼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讓各地的這些 這些僑團裡面的五毛人士他們其中有一部分 是在國外定居很久的,有一些是在國外受到教育的 他們的英文程度都不錯的 他們鼓動一些人在各地的媒體上面紛紛來發言 紛紛來譴責反送中運動 造成這樣一種好像是海外華人社會都在反對香港的 反送中運動的這樣的一種假象,那麼當然這些人呢 他們都是高級五毛,都是收錢的 所以說中共在他們身上捨得花錢 這是在海外的一個佈局 那麼針對這個佈局,我希望香港的朋友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朋友千萬在這一方面 不能跟他們比誰更有錢 我也聽說了香港有很多朋友已經募集了很大的資金 準備在全球各地的媒體上面做廣告 我覺得大家募集的資金再多跟中共來比 那也是極少的一部分 所以用這種比錢的方法我們是比不過他們的 香港一個城市的老百姓怎麼能夠比得過一個 掌控著14億人的經濟命脈的這樣的一個政權呢? 所以一定不要跟他們比錢 一定不要在這一方面跟他們硬碰 那麼怎麼辦呢?我的建議是我們雖然的錢比他們少 但是我們有良知的人、有知識的人比他們多得多 那麼用這一部分人出來在各大媒體上面 大家一起來發聲 這樣子就造成了比這個聲浪、聲勢就比他們更盛 就能壓過他們很多那些五毛的、親共的那些團體 他們是不敢真正的人出來拋頭露面的 而出來拋頭露面的那些人呢 大多數他們水平是極其低下的 而且他們根本不贊助道理 所以說在雙方公開的展開辯論的時候他們是贏不了的 而且我們還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街頭行動的方式 聲勢肯定會蓋過他們 所以說把錢用在最該用的地方 給香港第一線的勇士給他們提供一些裝備 頭盔、防毒、面具等等類似的裝備 這個比在全球各地的報紙上面買廣告 這個要更有用 而且這個廣告是一次性的 這個裝備是可以反覆使用的 是可以持續的讓這個運動持久的 所以這個錢一定要花在刀刃上面 那這是我的一個小小的建議 那麼還有中共的這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編定的一個預算的另外的一大部分 它是流向了廣東地區 尤其是在深圳靠近香港的這一帶 這一部分的錢聽說是由廣東的國安局 是他們來主持發放的 那麼發放的主要是幹什麼呢? 現在深圳已經很多很多地區的街道辦事處 居委會都已經動員起來了 把那些已經退休的老人家 還有一些社會上的閒散人員 把他們組織起來 然後用大巴把他們拖到香港 那麼這是一部分人就構成了在國慶節之前 和國慶節期間要跟香港的街頭運動對壘的 這麼一部分人 他們不是唯一的一部分,一共有三部分 另外還有一部分就是香港地區的親共的這些團體 那些愛智打頭的什麼什麼愛國什麼會 愛國青年會這樣的一些團體 他們是協助給這些從深圳過來的 主要是以老年人為主的這麼一些團體 給他們帶路的,這是帶路黨 那麼還有一部分就是香港的黑社會 那麼這三部分人聚集在一起了 他們要去哪些地方呢 主要是去反送中運動人士聚集的這些商場 到商場裡面 因為警察到商場裡面 直接去衝擊那些商場裡面的唱歌的人 那些集會的人在媒體上看見了 大家公佈出來了,讓香港政府很難站得住腳 那麼他們就用這批人去到商場裡面 和這些反送中的這個陣營進行PK 那麼他們因為加上了深圳的人 所以說他們的人數比以前就大得多了 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就由黑社會出來 來向反送中的這個陣營向他們挑釁 然後就由愛自打頭的那些親共團體 向警察投訴、向警察報告 最後警察就來抓捕這些反送中的人 他們想用這種方式來破局 最近剛剛出現的這個商場裡面 大家一起唱歌、一起集會的這種快閃的行動 這是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實施了 昨天是在頭大商場,他們已經開始試點了 在今後一段時間他們還會更大規模的 搞這樣的一種行動 那麼面對著中共的這個攻勢 尤其是中共直接向香港的這個攻勢 反送中陣營怎麼辦 面對著中共的五毛大軍 包括從深圳或廣東其他地區派到香港的五毛 包括香港本地的親共的團體 包括香港的黑社會 這三部分聯合組成的這個五毛大軍 反送中陣營怎麼辦 我相信勇敢的正直的有智慧的香港人 這次還能夠想到克敵至勝的好辦法 所以說在這裡我只是提幾個簡單的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充分的曝光他們 他們所做的是陰謀,陰謀是見不得光的 見光他就死,不死也得重傷 那麼這一次的中共從深圳派到香港的這一批五毛 他們一定是大規模的成群結隊的過來 一定是坐著大巴 甚至是幾輛大巴、多輛大巴聯合起來的 一起過來的通過海關 那麼這個正式肯定不小 香港的有這麼多的有良知的這些記者 這個時候就要發揮作用了 香港有這麼多的有正義感的市民 這個時候發揮作用了,大家聯合起來 把他們的行程記錄下來,從哪個地方入關 在哪個地方落腳,跟哪一些人會合 最後又怎麼樣開復到反送中的現場 怎麼樣進行武力挑釁,進行武力攻擊 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 然後向全香港公佈,向全世界公佈 而且還要想方設法的向中國內地的老百姓 向他們公佈,讓他們在內地流傳 這就是輿論戰,在輿論戰上面 先聲奪人打擊他們的氣勢,這是第一步 那麼第二步就是在反送中運動的抗爭的現場 有時候可能是在商場裡面 他們這批人主要派到香港是要打擊 是要在這些大商場裡面 在室內的這些場合來挑釁 來挑釁反送中的這些行動的 那麼在這些現場大家要保持克制 他們可能會進行武力挑釁 他們可能甚至是會進行暴力攻擊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如果是能夠跟他們保持距離 那就最好,如果是他們實在是逼得太近了 沒有辦法保持距離,這個時候我們保持克制 實在不行的時候採取防守的姿態 這個時候的克制和防守 不是懦弱的表現,不是無力的表現 而是真正的顯示我們的道德力量 顯示我們的政治力量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這場運動是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一場運動 這是一場政治戰 那麼我們在街頭的衝突當中保持克制 我們就是在政治戰上面對他們在發起進攻 保持克制顯示我們是站在正義的一邊 顯示是他們是真正的暴力攻擊者是恐怖分子 這就是在政治上給他們給予充分的打擊 所以說這個時候一定一定要保持克制 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就是每一個現場 盡量的人要多,現在香港的警察 他們的人數是不夠的,面對著這麼大的 這麼有廣闊的群眾基礎的這麼一場運動 而且又是持續這麼長一段時間的群眾運動 香港現在的警察可以說是筋疲力盡 那麼他們現在真正的能派出來 鎮壓反送中運動的全部加起來 應當也不會超過一萬人 這一萬個人分散在香港各個地方 各個抗爭的現場,那麼只要在每一個現場 都超過幾千人一萬人的這種場合 他們和香港警察是非常非常難以鎮壓的 而香港的那些黑社會五毛 他們在人數上面怎麼都不能夠 和香港反送中陣營的參與者的人數相比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人多 把人力量集中起來就會在人數上面戰勝他們 就會讓他們望而卻步 當然了香港不可能全部都集中在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盡量的在每一個區 都選定一個集中集會的這樣的一個地點 這樣做到人數上相對的集中 同時在整體上面又是遍地開花 這個時候中共這個時候香港的警方 他們就會無能為力 那些黑社會那些五毛他們就更是沒有辦法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贏了 這是幾個小小的建議,請大家參考 現在的香港已經成了專制和民主較量的一個主戰場 而今年的十一將這兩大陣營之間 將會有一個大的對決,一場大的戰鬥 那麼在中共那邊他們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唱國歌,第二個就是升國旗,第三個就是大閱兵 那麼在香港這邊也會有三個動作 那麼第一個動作將會是燒國旗,你們不是升國旗嘛 我們就燒國旗,當然這個燒國旗 大家不見得一定要在這個香港城市的中心區 居民密集的地方,房屋密集的地方來舉行 大家可以在各個區選一個要不是海邊的 要不就是湖邊的,要不就是游泳池邊的 這樣的一個比較安全的地點,比較空曠的地方 絕對不會引起任何火災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不給香港的警方以任何的藉口來衝擊我們 選擇這樣一個地方在各個區在同一個時間 同時來燒這個五星血旗,這不能夠把它當作是中國的國旗 這是中共的旗幟,這是中共暴政的一個象徵 把它燒掉,同時燒掉,然後用這個錄像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發到互聯網上面,然後發到全世界各個媒體 在10月1號中共篡奪政權的這一天 香港人民各個區的人民同時來焚燒五星旗 看他們怎麼辦,這不就是破了他們升旗的這一功嗎? 第二個就是他們要唱國歌,香港人 這個時候我們要唱香港之歌,光榮歸於香港 這首歌非常非常的感人,非常的好 那麼這首歌出來之後對中共形成了強大的打擊 中共高層現在對這首歌是非常非常的恐慌 因為這首歌一出來,這就說明了香港現在的反送中運動 已經站穩了正腳,已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一個陣地 一個成熟的運動一定會有一些成熟的象徵符號 這個象徵符號有時候是一面旗幟,有時候是一首歌曲 那麼你像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當這個法國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時候就出現了馬賽曲 歌曲出現就能夠振奮人心,就能夠激勵士氣 歌曲一出現,這個陣營就說明了已經牢不可破了 不容易被鎮壓下去了 那美國的獨立革命也出現了幾首歌曲 其中有一首就成為後來的美國的國歌 香港現在也有了香港之歌 這首歌就可以對抗中共的那個國歌 那麼十一這一天中共從深圳,從廣東其他地區派到香港的 還有香港本地的這些親共團體 還有香港本地的黑社會他們會唱國歌 但是他們的人數,他們的歌聲不如唱香港之歌的人多 歌聲不如香港之歌那麼大 大家在十一的這一天同時唱起這首歌 在很多的地點同時唱起這首歌 這就能夠對抗中共的國歌 那麼第三個呢,中共不是要搞大閱兵嗎? 在全國各地還要搞一些慶祝活動嗎? 那麼這個時候香港幾百萬民眾一起走出自己的家門 一起走上街頭,在各個地點展開大遊行 大遊行這就是對付他們的大閱兵 讓他們的大閱兵黯然失色 當香港幾百萬人走上街頭的時候 你想想那個對中共、對習近平政權的對他們的打擊 那是多大,你舉國之力不能夠壓制一個城市的 追求自由民主的呼聲 你這個專制弱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香港人在這個時候就顯示出這個力量 今年的十一必勝 如果是香港還有一部分人把目光轉向大陸 在這個十一之前鼓動大陸的那些維權群體 同時走上街頭來追求他們自己的應得的利益 保護他們自己應得的權益 並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這種訴求 只是在經濟上社會上的權益要得到保障 這個時候那麼大陸和香港就會形成一個共振效應 那麼對中共來講那簡直是末日的傷鐘就敲響了 所以今年十一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時機 大家一定要抓住這個時機 香港必勝,中國老百姓必勝 今天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一次再見 下一次